如果要选出最好的华语恐怖片,这部电影肯定榜上有名 它便是2002年由陈国富知道的《双童》 故事一开始,一个孕妇正在医院剖妇产 医生从孕妇体内取出一对双胞胎女婴 可其中一个却是死婴 更诡异的是,这只死婴天生双童,奇异无比 时间来到17年后,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 某化工集团的办公人员正在汗如雨下的工作 秘书拿着文件去办公室找老板 可诡异的是,老板经裹着毯子,没了呼吸 经法医研判,死者的表皮和真皮组织都结冰了 很显然是被水淹死的 这就怪了,因为死者的肺部没有一滴积水 根据秘书的说法,死者生前多次要求关空调,加毛毯 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这么做显然很反常 法医还发现,死者脑部以及鼻腔内都有神秘的黑霉菌 警方没有想到,诡异的事件才刚刚开始 因为很快,第二个死者出现了 死者是某高官的情妇 夜里发现家里起了大火 于是打电话报警 可火势异常凶猛 不到几秒,情妇便被大火吞噬 然而奇怪的是,警方赶到后发现 情妇家中并未起火 可法医检查师身却发现 情妇全身肌肉严重脱水 皮肤状况明显是被大火烧死的 这就怪了,现场连一颗火苗都没有 死者又怎么会被烧死 第二宗案件还没理出头绪 第三个死者又出现了 这次是个外国牧师 这回的死法更诡异 牧师被开膛破腹 肠子被拿出来进行清洗 然后再重新塞回肚子里缝起来 最后还在缝合处 用牧师自己的血画了道诡异的道夫 更诡异的是 牧师的底枪内 也找到了和前两个死者体内 一模一样的黑霉菌 三宗诡异案件令社会震惊 警局立刻召开发布会 认定三起案件是连缓杀人案 由于台湾目前的技术水平有限 高层打算请美国FBI协助破案 从美国来的这位专家叫凯文 是FBI里著名的犯罪侧协师 抵达台湾后 凯文首先联系了一个人 这人叫黄火土 是警局外事组的警察 两人是老相识 加上黄火土英文好 可以为凯文翻译 两人便形成搭档 共同调查案件 说起黄火土也是个怪人 外事组是警局最冷门的 就一间办公室 就他一个警察 黄火土整日把办公室当家 每天自己跟自己下棋 吃喝拉撒都在办公室里解决 且这人面色阴郁 从目笑容 黄火土的怪鹰 还得追溯到两年前 那时候他年轻气盛 刚正不恶 大胆揭发了同事贪污之事 可他揭发的这人不是别人 这是自个儿的小舅子 他老婆的亲弟弟 小舅子因此被判了15年 愤怒之下挟持了黄火土的女儿 还打算射杀外甥女 可诡异的是 似乎有什么力量 在冥冥之中保佑着黄家人 子弹居然来了个90度大转弯 直接射穿了小舅子的脑袋 从此 小舅子没了 黄火土的女儿虽然没受伤 却自此奇怪的失语了 妻子更是指责他 冷漠不顾亲情 数次要求离婚 工作上 黄火土大意灭亲的举动 却被同事认为是冷血无情 遭到排挤的他 这才被调指到了冷门的外事组 家庭和事业的两不顺 让黄火土倍感颓丧 这才整日英语寡言 英语归英语 工作还得继续干 警方将目前所得线索 汇总给了凯文 据调查 三名死者互相之间并不认识 也没有任何交集 警方也向全国道教协会 调查了第三名死者身上的道夫 可压根没有人见过这东西 这时凯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首先不应该找道教协会 而应该找精通宗教学和人类学的学者 其次调查的重点 应该放在凶手挑选被害人的模式上 所以他要亲自去第三名死者的遇害现场调查 就这样 凯文和黄火土展开了联手调查 路上黄火土一时走神 差点撞上前面车子的钢筋 可说也奇怪 车子在距离钢筋仅一厘米出显停 就像是有什么在暗中保护他一样 紧跟着两人来到教堂 凯文很快就发现了疑点 死者房中的冷气机里居然有一枚小钢筋 之后 在第一名死者的办公室里 第二名死者的家中 其冷气机内都发现了同样的小钢筋 经检测 三枚小钢筋发射自同一支空气枪 且钢筋上都打了个洞 内部均被掏空 而掏空的内部又都注入了黑霉菌 换言之凶手是利用空气枪 将注入了黑霉菌的小钢筋 打入三名死者的冷气机内 再接住空气让霉菌扩散到三人体内 显然 这是一项精细活 不是一般人能干得来的 黄火土继而发现 遇害的三人都曾因丑闻而上过报纸 第一个死者擅自将荒宫污水排放的海里 第二个死者被正式爆料出了情妇的身份 第三个死者 明面上是牧师 其实是军火商人 换言之三个死者都是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 不久 黄火土和凯文找到了当地的人类学家圣远氏 并给他看了第三名死者身上的道符 圣远氏果然有发现 几年前 在胶纸挖出了一座道观 叫真仙观 在观中发现了一篇石刻 以及一些法器和符文 而牧师身上的符文 和几年前出土的符文竟一模一样 该符文代表的意思是 勾叠 所谓勾叠就是阴曹地府的船票 也就是阎王王的催命符 据考据 石刻上的文字是古代道士炼丹修仙的必经过程 其中类似星象的图则是和图洛书的一部分 和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外 其中蕴含深奥的宇宙之理 是道教阴阳五行数数之源 道家相信和图洛书的体系可以计算过去 预演未来 然而石刻中掺杂了太多密语 圣院士一时也解不开 回来后 黄国都努力钻研 结果还真被他摸出了点名堂 原来 单看石刻本身看不出什么 但如果将石刻上的文字部分和几张星图分别单独拆开 然后再各自叠加来看 就能发现 每张星图是对准石刻上某些特定文字的 一共有三张被拆分下来的星图 共对应石刻上的三个信息 第一张星图对准的是石刻上的四个字 富 庙 警 旺 富和庙刚好是前两个死者名字里的字 而基督教刚传入中国时被称为警教 这又刚好对应了第三个牧师死者 看来 这就是凶手挑选被害人的模式 如果推测合理 那么名字里带旺字的很可能是第四个死者 第二张星图和石刻重叠对应的文字是 不信鬼神者 这应该是第五个死者 第三张星图和石刻重叠后对应的是 少阳太阴四个字 这是第六个死者 正所谓 六道轮回 如果说每个对应都会死一个人 那么之后应该还会再死三个人 很显然 凶手还没有罢休 同时 美国FBI的调查也有了进展 据调查 三名死者脑中的并非黑美军 而是重生真菌 是美军与满虫尸体的混合物 有点类似 古毒 此外 三名死者的体内都检测出了高出正常浓度5000倍的多巴胺 换言之 正是多巴胺让三名死者产生幻觉 因为自己正在被淹死 或者正在被烧死 就在此时 第四个死者又出现了 这次的死者叫成两望 果然 名字里带有广子 据说 父母死后 成两望想知道父母给自己留了多少遗产 于是便去观洛英 观洛英是中国民间道家的一种秘书 通过做法能让活人去往阴间与去世的亲人沟通 蹊跷的是 这个成两望 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观洛英 出来后 好敦敦的人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尸体被丢卸在车子的后备箱中 就连心脏都被掏了出来 伤口处还贴了张勾叠道夫 调查途中 黄火土与凯文起了分歧 凯文坚信世上没有鬼神 认为该用科学的方法破案 可黄火土作为土生土长的华人 根植于几千年的传统信仰 认为 另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紧跟着 凯文又提到两年前黄火土大义灭亲之事 在凯文看来 这是一种难得的勇气与胆识 黄火土没必要为此背负负担 可黄火土却至今心有余悸 关于子弹离奇射片之事 他认定女儿当时是见鬼了 凯文不信鬼神 黄火土于是 自己又去找了圣院士 并给对方看了几名死者的尸身照片 这一看 圣院士竟说了一句 令黄火土震惊的话 这名凶手是想成仙 原来 道教的某一派主张地域有五种 分别是 寒冰玉 火坑玉 抽场玉 弯心玉 拔舌玉 经过这五玉的结束和试炼之后 就能修炼成仙 这不刚好对应了四名死者的死状 难道说还有一名死者将死于拔舌玉 圣院士继续解释 相传 宋朝有个叫黄商的 也就是人们在庙里供奉的黄大仙 在他尚未得到之前 就杀了好几个人霄 所谓人霄 就是犯了罪的恶人 黄商将人霄打入地狱 自己则借此飞升成仙 据说黄商会使用符文和炼丹做法 而且木有双瞳可以日观千里也亏神鬼 所谓双瞳就是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有了双瞳才能找到人霄 这么看来 凶手很可能也是木有双瞳 以修仙为目的的奇人 圣院士又说了 这名凶手应该患有重病 因为在道教中 大病是呈现的要件 人在大病中才能大扯大悟 黄火土又问院士 少阳太阴这几个字的意思 院士解释道 在天干地之土里 这是两种气 代表五月到七月 也代表了火和土 这下 黄火土彻底慌了 他一个人的名字就正了两个字 黄火土问院士 真的相信呈现这回事吗 院士的回答是 如果要他在相信道家的神仙 和相信外星人中做个选择 他一定不会选择外星人 同一时间 凯文也查出了线索 通过锁定第四名死者 尸体存放的车子车牌号 凯文查出 这辆车是某家科技公司 登记的运货车 公司老板 是两个从美国麻省理工 回来的机械学博士 原本公司很赚钱 可后来两个老板都信了教 以致走火入魔 卖掉公司 做道士去了 后来又听说 这两人花了很多钱 将一座的大陆挖出来的庙 原原本本给搬到了台湾 根据这些线索 警方锁定了一个名叫 世界大楼的大厦 据说那两个公司老板就在这里 可这一开门 警察们都震惊了 在如此现代化的大厦里 居然有一所古老的道观 是的 这便是几年前 在胶纸挖出的真仙怪 这时 道观后门来了一群信徒 其中两人 变身了两位老板 警方要带他们到警局 没成想 信徒们在两位老板的带领下 似是发了疯 直接抽刀砍向警察 经过一番血肉厮杀 现场死伤无数 其中一名老板被杀 剩下一老板被捕 前来调查的凯文 在现场发现了两块石碑 通过上面的文字和图案 可以判断 该石碑正是在胶纸出土的时刻 搬开时刻 下面露出了一道密室 密室内 竟有一名百姨女子 女子腹部被剥掉了一层皮 貌似是个受害者 警方立刻将其送到医院 警察 女子名叫谢亚里 怀有脑瘤 其腹部被剥除的皮肤 正式用来培植 美菌的土壤 很快 背负的老板人醉了 案件似乎就这样结束了 凯文打算启程回美国 回去之前 黄河图带他去家里吃了顿晚餐 那个晚上 凯文说到了自己心心惊惊的前妻 黄河图也敞开了心碑 女儿留得十分投机 在凯文的影响下 黄河图与妻子重修旧好 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并不是美好的开始 而是悲痛的延续 一日一早 黄河图叫凯文起床 却发现凯文竟已离奇暴毙 手上还攥着自己的舌头 黄河图立刻就想到了 道教中的最后一层地狱 拔蛇狱 因为先前凯文在媒体面前 公开声称自己不姓鬼神 看来他便是第五个死者 不姓鬼神者 果然 法医发现凯文的鼻内 也有黑霉菌 这时黄河图体力不支 在其掌中和鼻腔内 也发现了霉菌 众人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昏迷中 黄河图做了好多梦 梦中总是出现 那个叫谢亚里的白衣女子 谢亚里在梦中告诉黄河图 所有人都是他杀的 他藏着密室里 是为了闭关修炼呈现 同时 圣院士的话 也一直在黄河图的耳边回响 院士曾说 大病是修仙的必经之路 人在大病中 才能大觉大悟 黄河图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谢亚里不就是换了脑瘤吗 果然 待黄河图苏醒后 去病房找谢亚里时 女孩已经不见了 黄河图再次来到 世界大楼内的针线罐 直接罐内飘落无数黑霉菌 而谢亚里 正无视空气阻力悬浮在灌顶 其眼睛呈现双瞳 黄河图开枪对准谢亚里 不想手掌忽然着火 再一看竟是幻觉 下一秒 谢亚里已经来到黄河图面前 他告诉黄河图 所有事都早已安排好了 包括他今天来到这里 说着 谢亚里便施展法术 让黄河图进入了幻境 幻境中 黄河图置身警局 眼前正是小舅子绑架女儿的一幕 这间小舅子扣筒扮斑机 射杀了女儿 随后 妻子也在他面前开枪自尽 见妻女死在自己眼前 黄河图激进崩溃 趁此时机 谢亚里引诱黄河图 开枪射杀自己 可此时的黄河图 还保有一丝理智 他既不相信人可以成仙 也不想杀人 只想坚守身为警察的使命 将谢亚里逮捕归案 见黄河图是个硬骨头 谢亚里持枪 射中其大腿和手臂 随后 再次用其妻女引诱他 可黄河图 却趁机夺过枪 朝谢亚里射击 谢亚里被射中 倒地晕厥 黄河图紧急将其送医 但这一枪 没有其中要害 谢亚里只是擦破了点皮 黄河图询问医生 关于谢亚里的双瞳 医生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17年前 谢亚里的母亲 在医院生产 生了一对双胞胎 其中姐姐是死婴 妹妹 便是谢亚里 多年后 医生在谢亚里的脑袋里 谢亚里便自称 能看见许多常人 无法看见的东西 住院期间 谢亚里知道自己 有个已故的姐姐 从此 这个女孩就变了 她声称姐姐并非死了 而是在母胎里 就已经得到成仙了 姐姐的尸体 至今还在医院的标本间里 和谢亚里一样 姐姐也是天生双瞳 从医院回来后 黄河图回了家 可奇怪的是 茶几上 有她原本放在办公室的棋盘 桌上的离婚协议书上 有她的签名和手印 这就怪了 她明明没有答应离婚 此时 妻子针对着女儿 歇斯底里 这让黄河图更加奇怪 这不是妻子 凭人对女儿的态度 黄河图正于阻止 可妻子一转身 竟渐渐变成了谢亚里的脸 只见谢亚里 忽然持刀挟持了女儿 眼看刀子就要刺下去 黄河图情急之下 朝着谢亚里 脸开竖枪 然而 回过神栏黄河图才发现 自己所处的 还是大厦里的针线棍 她从未走出过这里 这一切幻觉 都是谢亚里 为了诱导黄河图 杀死自己创造的 肉体殉灭前 谢亚里告诉黄河图 这一切都是宿命 她即将得到成仙了 黄河图 也会和自己一起飞升的 说完 谢亚里便咽下了 最后一口气 而黄河图 也因吸入大量霉菌而死 赶来的警方 将黄河图抬上担架 悲痛于觉的妻子 不停垂击其胸口 而两两未曾说话的女儿 进张口叫了爸爸 或许是亲情的感召 弥留之际的黄河图 想起了和妻女相处的 美好回忆 眼角随之落下一行泪 似乎是回魂的征兆 先解释一下 关于谢亚里成仙之事 影片的设定中 谢亚里和其双胞胎姐姐 确实具备成仙的资质 姐姐修行更高 因此在母胎体内便已成仙 而那具被泡在 福尔玛林里的尸体 只不过是一副 无用的肉身皮囊 相较于姐姐 谢为较低的谢亚里 要想成仙 就必须折服待机 按照皇商大仙 在石刻上雕的文字 和图案来呈现 其主要步骤 便是及其 六道轮回所需要的 五个恶人 再找到一个 具备少阳太阴特征之人 利用兵解 主其成仙 显然 此人便是黄火土 所谓兵解 也被称作师姐 即到家利用兵刃解脱得到 因此才需要黄火土 用武器杀死谢亚里 谢亚里看似已死 其实和姐姐一样 死得只是肉身 其魂魄 已经位列先般 而黄火土 因助其成仙 自然也能 飞升得到 另外 她和家人之所以能 一次次死里逃生 主要是谢亚里的神仙姐姐 从中助力 为了帮助妹妹成仙 姐姐需要保护黄火土 这位具备 少阳太阴特征之人 两年前小舅子射出的子弹 蹊跷的90度转弯 也是姐姐在暗中相助 目的自然是为了 保护黄火土的女儿 这么做 也是在间接保护黄火土 而女儿两年前的诗语 也正是因为 见到了姐姐这位神仙 谢亚里的修仙之法 相当狠毒 残忍 这在道教中 被称为师姐仙或鬼仙 是一种成仙的速成之法 引起急功近利的特点 师姐仙 位于神仙品阶中的最低层 不过不管怎么低级 师姐仙也是神仙 既是神仙 便能西风引路 长生不老 电影最后用一段经文 升华了主题 因爱生忧 因爱生惧 若离于爱者 无忧亦无惧 事实上 这话出自佛家著作 妙色王求法记 其意识教人 放下爱欲 四大解空 然而生而为人 鲜少有人能真正参透欲望 谢亚里被呈现的欲望所把持 黄火土 为亲情的欲望所羁绊 表面看来 黄火土最后选择留在人间 放弃了世人梦寐以求的长生 此举另且有了人性的牵绊和软肋 只是 在这仅有点滴温情的繁琐人间 那散散凉凉的家人 须于片刻的幸福 对他们 已然足够 如此 又何须再 语化成仙 优优独猎